每选的部分一定要请教一下这个介大使 这个拜登的这个辩论大家有目共睹了 太可怕了 他不要说讲的结结巴巴语无伦次 下台的时候步履蛮山还需要搀扶 那这一波都让大家觉得 这已经无关乎你的这个政治理念了 那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担当责任的一个这个领导者 那包括民主党内也是一样 现在内部也不忍了 传出了换拜登各式各样的 什么从法律来看 从这个输赢来看 反正简而言之就是要他让 但是我们看到 我觉得其实也还蛮让人感慨 我们都说美国是民主国家 但是在这个事情上 人民根本没有做主的权利 还是由党内的一些权利的把持者来操控 不是吗 包括欧巴马 包括克林顿 挺拜登 然后我们看到培洛西也挺 不是吗 那时代杂志的封面 就有没有 就这个封面大家都有看到 真的是有没有 看了真的很难看 只写了一个panic 恐慌 但是拜登要不要退呢 谈何容易 他的背后有一大堆既得利益者 那第一圈核心的当然是他的家人 所以家人当然希望他继续选 所以大家现在就开始 这个你推我我推你 这不是拜登的错 都是幕僚的错 幕僚太长时间的辩论准备 让他负担了太多的数据 这个准备根本是不应该的 不需要的 所以把拜登搞到这么糟 都是幕僚的错 还有化妆师 化妆师也有问题 把拜登的脸化得太白了 所以拜登看起来一脸并容 然后拜登的这个大金主 也发文炮轰拜登的幕僚 有没有 都不是拜登的错 拜登表现不好 都是幕僚的错 好谁可能是替代者呢 贺锦丽吗 不会吧 希拉蕊呢 会吗 那换就算换的话 只是输得少 还有输得多的问题吗 那共和党在加码吗 援引这个宪法 有没有 从宪法角度来看 要呼吁内阁宣告 拜登无法适事等等 那另外美国的 前情报顾问说 拜登在辩论表现不佳之后 美国可能会采取 这个结束乌克兰的冲突 介大使觉得呢 先问介大使一个问题 会不会换拜登 他会被换掉吗 我觉得拜登的危机 还没有解除 还没有解除 因为问题就是说 这个不受他控制的 尤其是媒体部分 过去这么挺他的媒体 还有就是说 都是民主党的重要的这些媒体 都几乎不约而统的 都直接讲他应该退选 媒体都掉头而去 掉头而去 你像Times 基本上他写这个panic panic包括Times 还有谁 包括民主党人 非常有利的一张封面设计 倒不把那个封面设计 我觉得非常简单有利 对而且这些 比如说像这个New York Times 他就说你如果想为国家服务化 你就退选 就是直接指明 这个panic是谁在panic 这个民主党人 民主党人整个在怎么样 在恐慌嘛 那这个panic用了很多了 我看那个就是 纽约时报 还有就是说华盛顿时报 他们都形容共和党现在 用两个字 一个用panic panic就是恐慌 另外一个freak out freak out就是已经崩溃了 所以呢就变成就是说 这个问题并不会就是说 你今天眼睛闭起来还是不存在 我觉得越是拜登在这个过程中 他越是坚持下去的话 我觉得这个在随着未来 可能就是民调会往下掉 那他这个压力就是双重的 那freeman就是这个 美国这个著名的专栏作家 也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在纽约时代 他也就明明白的讲 要这个应该 他说拜登应该要下台 那不要选了 但像佩洛西都说 你就带球冲过去啊 有没有 然后这个两位前总统 欧巴马克林顿也出来挺他呀 对这一次像这个 佩洛西在这个 接受电视访问 还是CNN的记者访问他的时候 他说他那个时候 他应该怎么讲怎么讲 这个事情其实并不是像 不能让这个好 这个川普啊 这个坏蛋啊 这些好 这些讲的事情 是就帮他围上 那那个记者 是过去很支持拜登的 那个女记者 她说那问题就在这里啊 那为什么当时 拜登通通没有讲呢 对所以你觉得拜登 是很好解释的问题 可是他的辩论场所 他就该讲的都没讲啊 对但我问纪大使一下啊 就是说现在对民主党来讲 已经不是你知不知拜登 喜不喜欢他 而是拜登能不能 那看起来的表现 好像就是不能嘛 这个不能是生理上的 没有办法 但是问题是在辩论之后 不是他后来连续出现在 竞选场合吗 募款又募了一大堆钱 看起来生龙活虎啊 那为什么他好像 突然又满血复活了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不稳定的状态 所以呢我觉得他可能 一下又满血复活了 那可能他未来 又出现这个状况 失智症的前期是这样 对因为现在距离八月 现在还有一段时间 那他不可能就躲着 跟公众不见面 他还有很多公开的场合 万一他又恼悟 他又走迷路了 或者讲话又跟在 这个辩论一样口齿不清 然后表情这个 那个非常非常的呆滞 如果再出现两三次的话 我觉得民主党 以美国人的个性 他们不会祸悉泥的啦 这是另一个辩论 他们就是要很明确的一个 那九月不是还有一场辩论吗 对还会有辩论 所以问题就变成说 这个对拜登都是考验 你可以现在解释说 这些幕僚 这些家伙把拜登害了 因为他们事实上 拜登在辩论之前 失踪了 闭关一个礼拜 在这个大卫营里面 跟他的这些幕僚 在那边沙盘推演 对他们现在讲说 你把他抄得太凶了 给他一大堆这个 抄坏了 塞到他脑袋以后 就是说转不动了 然后他也有人说 他一结束他就说 拜登感冒了 所以这个状况不好 然后现在又说 那个化妆室不好 反正都怪别人 那拜登就说 他在这个后来就说 第二天的演讲 他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说我自己很确信 他可以做这件事情 就是说他自己认为 他自己有这个内容 有百分之百的印心 他可以未来四年 做得很好 可是问题就变 他过去一直这样讲 也不是这次这次讲 那这一次主要是 他的实际的表现 让整个民主党信心崩溃 崩溃或者产生恐慌 这个问题我觉得还存在 那随时可能会被又拉出来 这个就看拜登 自己会不会说 他会不会说 现在突然满血回春 每天都跟怎么样 都跟小伙子一样 打了什么技术 双眼炯炯有神 谈事情 这个犀利 这个又这个快刀斩乱马 展现出美国总统的架势 这样是讲的很细微 我们也一路观察拜登 他就是起起伏伏 有时候看起来又很好 但有时候又很怪 很不好 但大家知道 这个失智症我有一点点了解 失智症的前期其实就是这样 起起伏伏 有些行为觉得不寻常 那接下来的每个辩论 他这次辩论搞砸了 九月辩论他那个反败为赢吗 也很难讲 那但是换人 换人有赢的可能吗 所以我反过来问 那川普算是躺着选就会赢吗 有未必吧 目前的话大概最保守估计 他已经领先5%了 是啊 对这个就是 5到8%嘛 就是一个很大的差距 而且就是说 拜登从过去 在这个七个摇摆中里面 他就是大概差不多五个都是 他一直在保持领先的 那所以这个就对川普 我说是川普了 就是保持领先 这个对拜登来讲 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不管是今天是克林顿也好 还是欧巴马也好 他们还继续支持拜登 因为他们也很无奈 因为你现在换人的话 那个胜算不见得会比这个 拜登继续选来的大 所以呢就变成 你换了 如果说一定会赢的话 那就换吧 你换了可能状况 也不会比拜登 现在的状况更好的话 那为何要换呢 还不如让拜登去放手一搏 那这个时候就希望有一些 突发事件 突然川普本身又做了一件 很大家无法接受的事情 丑闻又曝光等等之类的 对因为选举很多是很情绪的 还有很多不可测的因素 只要还有时间就还有希望 那不过现在美国 现在很多媒体就很坏 他们已经开始在讨论 谁能够民主党的 现在还是这个贺锦丽排名第一 因为这种东西知名度最高 知名度最重要 他还拿了31% 那接下来是Newson Newson是加州的州长 我们认为Newson蛮有名的 我跟你讲美国有50个州长 他搞不好过了Rocky Mountain以后 大部分人还不晓得Newson是谁了 他如果不是在媒体上 常常见到的话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现在来讲的话 真的对民主党来讲 真的是一个两难 两难 不过这里面很多事情 还是未来的这个 还是道路漫长 关键还是就是说 拜登自己会不会再犯一次 像在这一次辩论这样的 同样的一个 就是说一种极为灾难式的表现 那就很难说了 对美国这个超级强国 当然希望一个强人来领导 你不要说这个头脑清楚 至少这个步伐要稳定 你不要讲他这个当天语无伦次 你看他下台的那个态势 要这个太太搀扶 那个动作非常的不灵光 对于美国人来讲 美国总统看起来就真的是 感觉上他已经不能 而不是你喜不喜欢他的问题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